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起来也不尽呢 请神医发发慈悲 老娘病痛已经不能行走了 神医 领路 还疼吗 疼了 神医活菩萨 是啊 我开这帮 你要马上给你老母孩子抓来肩膚 切不可耽搁盐 神医刚刚治我 拔针就没事了 为什么同样的病症 我的母亲孩儿 需要盖这么多的药呢 同样是风寒轻骨 因为你们三人年龄不同 体质不易 结果也不一样 你呢 身强体贱 拔除寒毒 极无大碍 你母年高体弱 精血溃节 若不立即培养故本 则大病 毕治 那时候 就是不可救了 你子年幼 六脉根浅 若不用药拔根去造 我恐将来时时复发 耽搁一生啊 嗯 神医说的是 诊费 一人一钱闻银 或铜钱一贯 神医 我一个药犯呢 哪有那些钱给您呢 没钱给我 那药方又怎么办 不瞒神医 药 我是肯定抓不起的 只有今天有名了 我行医天下 从不多取一分 也不少取一文 你的诊费 是应该付的 神医 我确实没有啊 那你有多少 我只有五文钱 这样 今天咱们接上偶遇 我也不算正式出诊 我给你 打个两折 再加个折上折 五文够了 哦 你不是乞丐吗 是啊 怎么了 那既是乞丐 为什么不醒起呢 醒起 现在 老爷 老爷 行情好 给个小钱 给条活路吧 这是我舍你的 与医道无关 这 老人孩子不可担可 速速抓药救治 剩下的钱买重被褥 窃窃不可再受风寒 哎呦 是 是 谢谢神医了 神医老爷 小人 祝您长命百岁 祝您长命百岁 长命百岁 祝您长命百岁 如果更来